你们猜猜我身后这套玩游戏的装备 一共花了多少钱 前两天我老婆也问了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没从正面回答他 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分批次买的 这个视频我也罗列一下 好 先说第一款 PS5光驱版 这是国行的 当时买的时候是4000块钱 第二个是电视 这是42英寸的LG-C3 去年双十一花了7000块钱 下一个 这台自己装的台式电脑 可以玩4K60帧高特效游戏 总价1.7万 但是这个配件是分批次买的 一次买觉得肉疼 具体配置在这 大家暂停观看 然后是这款显示器 它应该是横的 我给它竖过来了 这是AOC的4K60显示器 21年就买了 花了2600 音箱是香蕉猴的Given5 2300 这对音箱支架 200出头 这个解码器是双目三菱的 型号是D6 1000块钱 键盘是科之的K68 400块钱 鼠标是雷蛇的Pro Click 买的别人的退货 将近300块钱 还有这个键盘的掌托 实目的100块钱 任天堂的Switch OLED 日版 1900块钱 这个桌子是宜家的 叫贝肯特 1米6x80 1000块钱 这个显示器后面还有一个支架 这是松能的T7G 这个椅子是保有金豪E2 2200块钱 今年五一买的 然后说说手柄跟手柄的充电器 这俩加在一起是700块钱 另外这个PS5我每年都会充个会员 大概500多块钱 我的实体版游戏并不多 加不加不应该有3000多块钱 我的数字版游戏比较多 应该也有3000块钱 很多买的是首发 另外今年还新买了一个 XBOX精英二代手柄 这个手柄也是挺不错的 700块钱 还有电脑下面这个架子 花了300块钱 定制的 我还有一个XBOX XSS日版 买的是二手的1300块钱 然后就是这个PSVR2 这也是新买的3000块钱 另外我还有一个任天堂Switch的Pro手柄 还有一个XBOX的白色手柄 这两个加在一起是800块钱 截止到今天2024年的10月9号 也就这么多东西了 大概核算了一下 一共45000块钱 如果在大城市能买一平米的房子 对某些人来说能买半辆汽车 对某些家长来说 也就是孩子半年的学费 但这套东西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我的爱好 我的兴趣 而且基本上都拉满了 满配了 满足了 没什么可升级的了 当然了 这些东西还有更贵的 但是对我来说 那些不是我追求的 比如4080想卡 上面还有90 那我干嘛不多花5000多块钱 买个90呢 我觉得80对我来说足够了 再比如这个鼠标 说好听点 它叫全新已拆封 但它就是电商退货 说不好听的 它就是二手 虽然是二手 别人摸过的 但是我也能接受 因为我不追求这个 原价也是五六百的鼠标 对我来说买个新的不值 我觉得300块钱买个这种货色 够了 够我用的了 甚至我还想再买一个 但是这个电视 OLED还有HDR听说特别好 我没用过 我就特别想试试 那就多花点钱买了一个 还有这个电脑 我之前不知道4K60帧高特效 是个什么感觉 我想试试 于是就分布买了这个台试机 另外这个五寸音箱呢 我之前用过三寸 3.5寸 4寸我都用过 但是总感觉低音差点意思 那就买一个 好一点的五寸音箱 起步吧 都得1000多块钱一支 那就买一个尝尝先 买了之后发现 对我来说足够了 1万2万甚至更多钱买的音箱 肯定好 但是觉得没必要 所以说这些产品以及等级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并不是最高的就是好的 适合的才是好的 其实今天算出来个4万5 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因为这一套东西 它在我这儿 它不仅仅是个玩具 它还是我生产力工具 我用它做了很多视频 说白了 它对我来说是可以赚钱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大家参考 那你们的这一套玩具 花了多少钱呢 我来说是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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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来说是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不仅仅仅是不仅仅是不仅仅仅ater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